今天大聲地說出 我是台灣人 是一種光榮 也是一種驕傲 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 更要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I just do want to mention and congratulate Taiwan for your governance of the COVID issue the COVID pandemic your model to the world in terms of the coope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success of your initiatives 防疫的工作 讓台灣成為國際上公共衛生實力 數一數二的國際上 在疫情的疫情上 防疫疫情的主要 防疫疫情的工作 我們有很多的護照和醫療用的護照 我們也會送給我們 醫療機器 我們也沒有想到 我們也沒有想到 日本國際上公共和醫療機器 我認為我們共和醫療機器 是一種常識的 是一種朋友 是一種朋友 台灣的疫情很大 第一次疫情的疫情 中央醫療機器 中央醫療機器 和醫療機器 和醫療機器 製造者 製造部 製造部 的製造部 會是他們的製造部 家製造部 製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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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毅指揮中心黃毅沒有假期 沒有週末 沒有假日 沒有過年 沒有出席 沒有朝九晚五 是一天二十四小時 雖然有很多人從台灣 其中其他人的影響疫情 我必須祝台灣 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最優秀的疫情 沒有任何大限制 經濟活動和自由自由 兩年多的防疫過程中 我們看到我們的醫療和公衛體系 已經展現出對於危機應變的經驗和能力 至今亞洲在2022年1月發表的 至今COVID-19 部署指標 台灣在120個國家當中是排名第一 疫情沒有擊倒我們 反而讓世界看見了台灣的任性 台灣和世界各國之間 也將恢復正常往來 這也意味著 我們將擺脫疫情的陰脈 掰向正常生活 感謝在疫情期間 為防疫工作付出 共同撐過這段艱辛過程的國人同胞 你們的每一位都是防疫英雄 在北京全國人同胞 你對我們一位都要來 美選擇 我們在北京全國人同胞 與各位的小海拔 我們都不選擇 我們就是在北京全國人 做北京全國人 我們在北京全國人